黄牛首背上靠带网球车 后方两名骇客同伙也是同样下场 周杰伦演唱会引发疯强 全台最大黄牛集团落网 祝贤成为史上首位 被收押渐渐的黄牛 走了走了走了 黄牛夫妻党 丈夫遭到收押 妻子二十万元交报 在法警催促下 心不甘情勿怨 等着高跟鞋离开后省市 两百万欧洲车 也早就在门外等候 夫妻党建议黄牛粉丝团十一年 专门高价转卖 熱門演唱会门票 光是周杰伦这场就预售高达两百万元 兩人为了躲避追查 隐身五星级饭店 为了拿到票 还跨国合作由境外工程师抢票 遭待被告当庭 还情绪激动咆哮 说网友会告他 诈欺一度大闹侦察庭 十五万张票 五分钟内抢光 黄牛夫妻党 接了预定一百九十八张票 实际强到五十张都已经取得 虚拟序号 开场前就可以兑换取票 警方已经含请问话局 将票券作废 粉丝超晚释出 但能否如愿 恐怕得等案件告一段落 才能处理 华视新闻继续报道 hello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